大家好,我们是定一组 我们报告的流程会从顾客资料分析与汇整开始 然后进行进行分析、定价策略跟预期效益的分析 第一个部分是顾客资料分析与汇整 首先读入交易项目资料力 然后转换资料格式方便后续资料处理 记得去除离群值来减少后面分析的误差 然后可以把商品交易项目资料汇成订单的资料 原因是订单资料相较于个别项目资料更能看出交易的状况 同样去除离群值来减少误差 其实我们可以把定价资料再汇整成顾客交易资料 所以后续集群分析的依据 而从中间可以到RSFM模型的资料 让我们获得顾客消费行为的资讯 那是因为数值呈现不好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资料视觉化 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资料分布 方便分析顾客消费行为 这个步骤通常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 主要主动在汇整顾客资料跟进行分析 而后续的资料分析都会建立在旗帜上 所以透过这个步骤可以初步地对资料进行分类跟结构组成 以后续更精准找出顾客特征 会起分群并制定有效的策略 接下来的部分的话是集群分析 那在汇整顾客资料后 根据recency,frequency,seniority,money四个变数 绘图出长条图 能够显示顾客来电的次数,频率与花费金额 助于后续制定行销策略 我们也可以透过最近一次的消费天数与购买频率 来替资料库里的所有顾客分群 做出这张RUF分析图 将顾客区分为四个族群 分别是常贵客 先前客 新顾客和一次性顾客 由进一步的分群后面能针对不同的族群 分析该组成的居住率 年龄或其他特征 并能找出其漂亮的产品与消费金额等 那我们也可以用GGPOW的程式码绘制泡泡图 目的是为了找出主要客群的地理方与年龄区段 并透过数据化呈现结果 方便决策者在找寻目标客群时 了解其TA的特征 像这边的分析结果就是 30到40岁的客群 平均的客单价较高 南港系值区有较高的购买次数 那这边帮大家总结一下呢 就是根据集群分析结果拟定策略的步骤 那我们按照集群分析后 可以得到顾客分群的特征 那再按照顾客分群的特征 制定商业的策略 那这也是集群分析的最大价值 可以更清楚地描绘顾客的轮廓 那对于商业策略能够更精准地定位 接下来是定价策略的部分 在找到我们的目标客群后 就能进一步地找到这些目标客群 购买哪些商品 第一个部分是一年龄分群 购买最多的前十大商品 我们再透过视觉化 将资料以长条图的方式呈现 第二个部分是一地区分群的顾客 所购买的十大商品的数据 我们一样透过视觉化的功能 将资料以长条图呈现 在找出哪些商品是热门商品后 我们进一步地分析这些商品 例如这些商品的平均价格 收益或是毛利 透过这个分析结果 我们就能进一步地制定后续的相关策略 我们以560-201来举例 这类商品的平均价格为293元 总收益最高 边际毛利低 且购买数量在A34这个年龄区间中明显的比较高 因此我们透过这个数据 将560-201设定为应幼儿产品 接着我们进一步地分析 560-201这个种类里面的各个品项后 我们发现虽然平均价格为293元 但是各个品项价格差距大 因此我们透过将高毛利与低毛利的商品捆绑销售 推出奶粉与尿布的组合包 依据我们的数据显示 原价为1028元 乘半为917元 若我们定价为999元 那这个组合包的单位边际贡献就是82元 因此藉由我们上述的举例 表示说我们在更了解顾客购买的商品数据后 就能更明确地制定行销策略 好 最后我们来到预期效益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绘制成本效益函数 我们透过设定以下参数 M是边际利益 B是增幅程度 A是成本范围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设定边际利益为0.2 增幅程度为30 而成本范围就是落在40的区间 我们可以推测出该行销情境的可能成本效用函数 并根据该模型去制定一个策略 并计算出有较高回购率的方案 再来我们可以从互动式图表来看 在预设不同MBA在情境1与情境2不同的数值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由模型去推过不同情境下的成本效用函数 并从该模型所呈现的样态来推支预期报酬 并从中进行比较以择取交价方案 比如我们可以再看右侧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呢 在相同成本之下 I2的预期报酬都比I1高 上面那张图呢 是包括所有顾客下所推过的预期报酬 而下方这张图呢 则是针对一个选定目标顾客之下所推过的预期报酬 那也可以给行销决策则在有明显的图示之下 可以去选择一个有比较高预期报酬的决策 再来呢是预期报酬 从上述这段程式码呢 我们可以从顾客数量来推估预期报酬 亦可以借由模拟不同的方案来比较合者的预期报酬会比较高 并从中去决定获利能力相对较高的策略 再来呢我们可以去建立模型 比如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去预测顾客未来购买金额 在此呢我们是以线性回归的训练资料集来建立模型 若能够借由建立模型去推估 决策者便能预测未来顾客可能购买的金额 进而去影响策略的决定 比如未来新产品的形态定价等 来考虑它成本与可能的获利率 或者是逻辑式回归模型 预测顾客回购几率 这边同样的也是以逻辑式回归的训练资料集来建立模型 我们可以使策略制定者 在预估未来可能的回购几率之下 去推算下次可能的购买频率周期 并适时配合活动推销以提高获利率 我们同时呢也可以计算顾客的终身价值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以模型去透过设定 税前获利率期数以及利率的参数 来预估未来五期 卡放中所有顾客的终身价值 大约会落在1000元之间 以及呢我们可以用年龄分群去找出 最高的顾客终身价值会落在什么区间 好比说从这张组我们可以看到 透过年龄分群可以看出 A34 A39 A44的顾客终身价值会比较高一点 同时呢也可以给决策者一个指示 来以这些组群为主 最后的总结呢 商业数据分析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分为四块 第一块呢则是视觉化 藉由绘制图表 我们可以更清楚且直觉的去呈现一个比较的结果 而进一步的可以让行销人更快速的去取得 资讯并制定策略 第二个呢则是精准定位 我们从最初一开始的资料分析与汇总 可以帮助行销人对于现有的顾客资料 进行下一步的分群 并从不同的区隔变数中寻找相关性 来找出目标客群 并为他们精准的定位制定一个更有效的策略 以及呢我们同样可以去预测它的结果 藉由建立模型 可以使行销人对于当前的策略 对顾客进行下一步的预测 比如前面所提及的未来购买金额 回购几率以及顾客终身价值的分析 最后呢也可以做到的是策略优化 在我们确定提案是否可行 或者是需要在众多策略中去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借由一个模拟的方法 来从预期报酬率或成本分析 或者是风险评估等 去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以更经济更高照的方式去达到行销目标 那以上是我们第一组的期末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